再次拿下iPad订单 比亚迪成为苹果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被德国痛批叛途的Six已经上架了原plus 这个租金确实不贵 很有可能借此打开欧洲市场 同事天涯等车人 澳大利亚的网友已经开始玩梗自嘲了 我建议咱们把这个 翻译成多国语言 在海外平台广泛传播 欢迎收看12月比亚迪大事件 本期的依然是分为海外市场 国内工厂进展和其他消息三大部分 我们先来看海外市场 比亚迪泰国工厂占地1440亩 预计将在24年年终开启投产 初期的车型主要是纯件车型 比如说原plus 后期增加了像秦苏普拉斯DMI 汉唐DMI等等炸混车型 目前原plus在海外未交付订单 总量已经接近于6万辆 而且还是在部分地区已经停止接单的情况下 12月份举办的泰国车展上 原plus短短7天的时间就斩获了996辆订单 排在所有品牌第四的位置 截止到12月13日 原plus在泰国的订单已经达到了10305台 远远的超过了集团规划的量级 由于目前国内的产能非常的吃紧 所以选择在13日停止接单 11月原plus在泰国交付了3542辆 12月底全新的5044辆运地之后 当地的经销商才开始重新的接受订单 为此我特地咨询了几个负责泰国业务的朋友 得到了一些以下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泰国当地的雾霾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非常非常急迫的需要转型 摆脱对于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 其实和咱们几年前国内的情况是比较相近的 为此泰国无论是在基础设备的建设上 还是车型的补贴上都给出了非常大的扶持力度 目前当地的消负者对于纯件车型的认可度 正在快速的攀升当中 原plus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款比较完美的车型 尤其是对于他们北部和东北部地区 高路相对来说比较崎岖 原plus的高立地间隙 四连杆和整个底盘的调校 再加上本身比较适合的一个价位 出现一车难求的情况也并不意外 12月8日原plus在马来西亚正式上市 售价为23.78到26.64万元 上市当天线上预约实价的人数就超过了4500人 首家展厅开设在吉隆坡 23年年底预计将建设20家 24年将扩展到40家 12月8日原plus在澳大利亚的随着补贴涨价了1.7万元 目前当地未交付的订单约6000台左右 全球最大的租车集团Six正式上架原plus 每月的租金为649欧元500公里 或者779欧元2000公里 根据协议来看 未来6年Six将至少向比亚迪采购 10万辆新能源汽车 同是天涯等车人 澳大利亚原plus的平均等车时间 达到了4.5个月左右 不少网友和准车数已经开始作图自嘲了 再次我提议 我们把XXX翻译成多个语言 通过海外社交媒体来广泛进行传播 比亚迪将在今年年初 在智利正式上市 包含了汉唐宋元 主打车型为元plus和宋plusdmi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 在当地元plus并没有被命名为auto3 而是拼音的元plus 至于为什么呢 我不说你来大胆的猜想一下 印度的金奈工厂年规划是 1.5万台元plus和2000台16 并且投放于当地的市场 不过金奈工厂比较特殊 它不属于整车制造 而是skd组装 比较有趣的是 印度当地采购的商用车 比亚迪是先收款再生产的 不知道乘用车是不是也会采用这种模式 12月初 比亚迪在澳大利亚开启预售 汉EV和唐EV的预售价为51.88万元 元plus的预售价为31.22万元 西班牙巴塞罗那中标了18台纯电动大巴 总计1235万欧 折合人民币约为9000万元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工厂 核飞工厂在12月日产能已经达到了1500台 1月份预计可以达到1650台左右 目前核飞工厂主要负责生产的车型 有元plus和勤plus 2737预计将在今年的3月30号和4月30号投产 全部产能投产之后 一年的产能可以达到132万辆 年产值可以达到2000亿 是比亚迪基西安之后又一个百万产能的基地 肖阳工厂一期正式投产 今年5月将完成全线的投产 达成之后动地电池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0几瓦时 12月5日 东莞福气电池以5.11的价格 拿下了东莞泄港县建设土地的使用权 项目包含了高压电器 电源 电控 电机 变速器等等零部件的生产 年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80亿元 比亚迪电子在今年再次拿下了iPad订单 该项目的产线正在兴建当中 进口的设备也超过了2万台 预计的产值可以达到400亿元 苹果系的业务除了iPad iPhone的后盖也是由比亚迪负责生产和代工的 郑州工厂瑞宝3456项目的达成 整车一期将在3月30日投产 电池一期将在4月30日投产 整车二期将于5月30日投产 电池二期将于6月30日投产 目前郑州主要负责的车型是比亚迪高端品牌仰望 浙江泰州年产能22G瓦时的高片电池 进入了安装调试阶段 预计将在23年的3月开启投产 其他消息 成都中标的240台纯电动物交车 总计达到了1.846亿元 南宁隆岸 比亚迪拿下了占地6800亩的综合测试场地 目前已经开启建设 预计将在23年的年中开启使用 目前比亚迪是国内拥有测试场地最多的车企 可以满足不同温度条件和各种类型的测试 比亚迪首批电动滑板车已经亮相出货 这货还真是什么都造 那么问题来了 我要到哪里才能买到它呢 麻烦知情人士透露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比亚迪12月比较重磅的一些消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就这样吧 拜拜